香港人有豐富的蒸魚文化 很懂得蒸魚 這個清蒸鮮活石頭魚 臨軟彈牙 肉質較為緊致 一反反的魚肉 鮮甜美味 是飲飲時清蒸大食鮑魚的口感和鮮味 是一道超讚的蒸魚美食 容易做 很好吃 會分享蒸魚蒸得剛剛好的方法 首先請大家訂閱這個頻道 分享、點讚和按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下期美食視頻 材料有鮮活石頭魚 薑、蔥、淡味橄欖油 日式生抽、黃沙糖 詳情請按視頻下方的info box 我在這裡有一磅六的石頭魚 這個是其中一小塊 證明魚多大 十幾二十磅 是用來刮掉的 它表面的鱗鱗 刮掉它 它有很多磚的表面 店家告訴我 這個魚是非常好吃的 比鱗鱗鱗好吃的 第一次做它 太平洋就會有這個魚 將它磚鱗 盡量刮出來 沖洗一下 把它切掉了 打開刮 再刮刀 你看不會運仍磷皮刮出來 有魚血後 需要把魚血盡量把才肯定沖 Prophet 換水 把鱼肉放在厨房纸上 然后把它抹干 把它开边 顺着骨位 顺着骨位 把鱼肉开出来 一个很大的骨 把它切断 鱼肉 拿出来 我这边就这样做了 另一边也是这样做 鱼的血全部抹走 这个可以留在煲鱼汤的 有1串多厚 然后整个环道都有2串 在中间轻轻 轻轻把它切开 切开的时候大概是切大半寸深 不要切断它 另一块也是这样做 大半寸切开 再切每一屋干它 就可以放在碟里蒸 这样将鱼切开 蒸鱼的时候 鱼才能均匀受热 鱼的表面就不会蒸得太熟 鱼的里面也不会说未蒸熟 蒸熟 葱洗净 尺切成四分一寸厚的棱形葱花 姜就已经去皮洗净 首先切成薄片 切成又丝了 切好所有的姜丝了 鱼的鱼 大概是四分三汤匙的黄砂糖 是放在两汤匙半的日式的生抽里面 搅拌均匀 直到糖溶解在豉油里 我们可以用的了 我们蒸鱼前 将一些姜丝 有些放在鱼的底部 有些放在鱼上膏 多数在鱼上膏会放多些 蒸锅用大火烧开了 加入鲜活石头鱼 加盖 用大火蒸8分钟 用大火蒸8分钟 然后关锅 加入棱形葱花 在鱼上膏 加盖 焗40秒 鱼汁 倒入碗中 鱼汁很鲜味 你可以这样喝 或者可以用来煲汤 也可以 蘸一些熟油 加入鱼汁 加入1汤匙半 至2汤匙淡味 橄榄油 加上一些棱形葱花 即是一些新鲜的棱形葱花 加上我们的蒸鱼豉油 鱼汁 每一块都加1汤匙 差不多 试吃给大家看 那我就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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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汁 鱼肉是多汁 还有它是比较扎实 一些 一蒜蒜的肉 鲜甜美味 好得 喝的时候 直到的鱼 就是这样的 软弯 大牙的 好正这个鱼 鲜味 它是非常鲜甜的 小厨Sanny 推介国际美食烹调 记得订阅啦